大家好,早上好 数据上来回顾 然后呢,我们再 解析一些其他的那种 那种 技术细节 或者是过程 我们看到了在整个 比赛以后呢,就是说 我现在是介入董球弟 那么来解析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 董球弟的数据呢,我对 他是有一点 有一点,持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 现在很难界定,就是说 他是正确与否,让大家去 自我 自我那个就是来 界定,或者自我判断 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个比赛呢 我们认为是和我们的 国家队是 类似的,就是说这种是 一脉相承的,整个 足球体系 是说明了,就是说我们跟 日本 韩国是有不同的差距的 差距也好 不同的特点也好 至少是不一样的 那么不一样的体系就不一定是 正确或者错误 或者是对与否 就是应该说是更合理 与否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些情况 那么我看到了 这些数据呢,出来了以后呢 引起我的一些 一些疑惑 我不否定它 中国那个国奥队控球力达 百分之六十一 日本只有三十九 射门我们是十次 对方七次 射阵六次 人家四次 进攻我们是九十一次 人家是九十 我们是九十四次 人家九十一次 危险进攻我们六十五次 人家四十九次 角球黄牌 红牌一个 我们两个黄牌 角球我们六次 所有的数据 都是我们占优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先不谈 谁 对与错 合理与否 对吧 我们在回顾比赛的情况 那么从比赛情况来看呢 我们看到了 就是 我在跟大家看 实际上我说 下半场我已经 不想不想多看了 因为整体来说呢 我们说 比赛五分钟左右 三到五分钟 因为刚刚开始呢 他看不出来 三到五分钟 我已经也讲过 三到五分钟 我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 对方已经形成 转接球的优势了 这是我的判断 当时我在五分钟左右 我就说 对方已经形成优势了 十分钟左右 应该进球了 对方 结果八分钟进球 这个不是我的猜 也不是我的先见之明 我不是说强调自己 怎么判断好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根据规律来解析 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 当五分钟已经形成 对方的传接球优势呢 这个就像 占优 扩大化 甚至于压制优势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就看到了 在八分钟的时候 被进球了 被进球 我们的预论始终认为 是好像是 我们要造越位 或者要造越位 我不持这种观点 我不持 我认为 所以足球 中国足球的媒体 是存在问题的 我为什么强调 三五分钟 传接球人家形成优势 然后呢 进球的时候 基本上形式 扩大优势的基础上 是不是有压制的 大家自己去解析 压制是什么 我们跟着抢球 对方不断的 联系了传接球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整个比赛 日本对这个进球 它是有偶然性 但是这种偶然性 偶然性是建立在 强大的传接球 优势基础上的 我也讲过 传接球的有效性 是什么 造成对对方 门前的威胁 或者是造成 射门的机会 在这种基础上 不断的射门的基础上 形成了突破 就是进球 你不可能 进行一次 有效的传接球 你就进球 如果你十次 你要进十个球 你五十次 你要进五十个球 不可能的 所以在有效的 传接球基础上 进球是必然的 所以进球是积累 在有效的 传接球基础上 那么好 我们再看看 十七分钟 那个球员 得红牌 这个是非足球 对抗 没有球的情况下 是一种 非足球 道德的行为 他是 又用那个 胳膊肘子 去袭击 我们的球员 这些球员 日本对 日本这些球员 好像小动作很多的 所以这个判法 是绝对正确的 我们要隐一为戒 在没有球的情况下 我们以前也有球员 踩脚啊 什么东西 直接红牌啊 没有客气的 所以非足球 什么叫非足球 就是没有球 可能发生的 双方接触下 就是双方为了征球 可能有接受肢体接触 这个你不能 不能判罚 他是故意 在没有球的竞争下 他这个动作是 非足球 非道德的 所以一定要排除 一点没有问题 这个判罚 澳洲的女裁判 也是判罚的很准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 我刚才读了一下 第一开始 我为什么读数据 所以我从整个场面来说 我们的国家队和国奥队 踢法打法是一脉相承的 从深刻的领会和角度来解析 我们的踢法 是没有真正理解透彻 传接球在比赛当中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 传接球好的队伍 他是注重技术的基础上 才能发展出 延伸出传接球 连续的传接球 一次传球 不叫传接球 不存在传接的问题 一次长传球 这个只是过渡 或者是解围 或者是一种 有意思的长传球进攻 你能不能连续呢 长传球往往是 不能形成连续的传接球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 如果这一点 目前来说 还没搞清楚的话 我们可能足球的理念 足球比较似合 所以我们看 传接球为什么要在比赛当中 具体实施 要具体应用 他实际上最省力 最高效 场面最能被能接受 而且打的球员的兴奋 就是传接球 连续的传接球 球员有一种自信 而且传接球 过于就是说 传接球很精致的情况下 往往是打穿对方防线的 最有效的手段 所以我们讲 打穿防线 你是长传是可以的 对吧 反击啊什么 我不大喜欢用反击 快速进攻就是快速进攻 但是呢 打穿密集防守的是要靠传 连续的传接球 甚至于短暂 first touch 我们叫 就一次分球 昨天的比赛看 然后呢 我们看到了 37分钟 这个陶龙祥 这个 在禁区外面 一些冲射 这个有一个类似 就是生花有一个球员 叫什么 我想叫不出了 就是打进三比一 跟泰山路能对打的 还是跟国安对打的 那个球员 我忘了具体啊 就是说 他也是带球的 左脚抽色 这个呢 我说 应该得到肯定 这个是足球的真谛 所以我们昨天在比赛前 我在那个视频上面 我也讲了 我希望远色加渗透 一起打 就是打穿防线 所以你只有远色加强了 你才有机会形成的 短的渗透 打穿防线 昨天从我们整体来说 国家队和国奥队 是一个一脉相承的 比赛 抢劫和那个船接球 都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 我们船接球的技术 不如他们 不如日本 三天以后对韩国队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 从整体来说 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足球技术机制 不要说把这个行政机制上出来 行政机制好好优越了 你现在到处看看澳洲这情况 对不起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要理解透彻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怎么把技术 巩固了更扎实 更能够在船接球当中体现出来 这个现在是面临一个挑战 我从整个比赛当中来看 国家队为什么跟国奥队类似 国家队 你们说可以讲强调 哎呀有些不同的 无非就是规划球员在里面 国奥队没有规划 如果你国家队没有规划的话 我跟你讲 两个翻版是一样的 principle主题全都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船接球的技术 技术问题上 我们必须要深刻领会 从我对两个队 就是国家队和国奥队理解 我们对船接球 是足球比赛当中 最高效最有效的手段 理解根本不透彻 而且根本没有具体实施的有效手段 这个是我们落后的最关键的东西 好多球员哎呀这个补位了 这个什么 你补什么位 你船接球没有 你补位怎么补 船接球里面有一个设计什么 船球以后的跑位 你跑位了以后 你作为防守球员 你也要穿一只种跑位 你才能够跟进 你才能够补位 你船接球没有的话 连续不断 就是两三次断了以后 没有四五次六七次以后 你都跟进跑位你是没有的 所以你不存在 存在什么 坐越位 造越位 你是漏位 根本不是 中卫第一个拦截是什么 在门前保护球门 保护球门 你第一个职责是什么 强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报抄 是一样的 对方漏了以后你报抄 你都没做到 你怎么能说 我是坐越位呢 哦 坐越位 做了事物就可以原谅 你不坐越位 事物是应该的 没有这种逻辑的嘛 大家注意 这个方面要注意 所以整个比赛 整个比赛来看 我们的年龄 优势也好 什么优势也好 我们看呢 就是说 船接球不如人家 船接球不如人家 是实际上是最主 主要的 最principle的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技术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 似乎是从比赛以后 我们能否认识到 船接球的重要性 我讲过了 这个国奥队的比较可惜 我们对他比较陌生 因为国奥队 没有这种比赛机制 以后是不是能设立 就是游23的比赛机 对 就每个俱乐部 你除了第一梯队 中超 你 辅加赛 就是就前场 先打游23 两辆八十拉过来 对不对 先打23 所以这个机制成立了以后 有不断的比赛 有同年龄 因为我们现在球员人数不少了 一点点建立起来了 好的 新少年也上来了 就建立这种轻讯比赛制 然后呢 游20或者游17 都有这种类似的比赛 这样我们就会比较会 跟进的足球发展的需求 你现在的问题是 游23没比赛打 所以在海外拉链 我们对昨天这个队伍很陌生啊 陶龙强好像名字听见过 其他都很陌生的 整个来看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技术层面 细节上是不如人家 那么还有一个 就46分钟 卸门能够单刀 那么这种单刀以后呢 就是我们也讲过了 单刀是技术很讲究的 我就在怀疑 我怀疑了 他是不是能直接由左脚打 打远射 就打 你不要再修正了 这个简练足球就在这里 简练足球最难踢 足球很简单 我们看上去很简单 简单足球最难踢了 所以这个跟进以后 什么样一个不就 你打右脚打 可能左脚有点瑕疵 或者有点不堪吧 直接就左脚右脚 左脚内脚被打 这个叫有技术 你在跑动当中 左脚是不是他的擅长 他是不是右脚或是左脚 右脚 右脚的话 左脚这个内脚被很难打了 斜直线的时候很难打 这个球应该说是传得不错的 从左边那个进去的时候 这个挺躺球就是 挺躺球是技术很关键的 因为我在星期天 我也有三个单刀没进 挺躺球 因为年纪大了嘛 大家都在踢球 我们看到了 我们那个就是八十九分钟 把守门员换上来当中锋题 这个是一种创新突破 而我们不能说是落后 人家说是破天晃的 绝无仅有的 这个也许是 因为为什么他没进球 如果进球了呢 他就是一个有效的 所以不要否定这种 这种做法 也不能持有否定态度 那么关键比赛的就是 我们也看到媒体一些评论 就说外教来也一样 这个话讲的就是 我要解释一下 这句话 外教也一样 中国教练也就这样 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 技术体系的问题 是不是 如果技术体系有问题了 就像大家观众说的 谁教练来也没有 所以这种比赛 不要过度解释一些 进球啊 或者背进球啊 什么 没有什么好解析的 这个就是体系的问题 因为国家队跟国外队 听了类似的主角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这样 大家可以讨论 对吧 那么所以呢 我就看了 船接球呢 我刚才读了数据 所以呢 我解析了这些东西 我们社门都比人家多 我们什么都比人家多 但是呢 我们诉求了 你想想看 这个逻辑可能吗 我们能拿百分之六十亿的控球率 人家只有百分之三十九 社门比人家多 设政也比人家多 进攻都比人家多 你说这个数据可能吗 所以我对董球帝这个 这个本来就是很悦 我讲一句话 大家不要开玩笑 那大家不要生气 我是带有一点幽默的 董球帝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小孩坐在足球上面 这是足球里面最 最糟糕的东西 因为球被你一做 特别是我们成年人 我在所有的足球场 看到成年人做的球 我就提醒他 我不会骂他 因为球给你做了以后变形的 变形的职业球员 是不能踢球的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一些细节 所以我们从整个董球帝 大概有十几年了吧 所以从一些细节 就看出我们足球的底蕴 文化底蕴 是不是这样 大家一起去讨论一下 对吧 所以呢 昨天呢就是这个数据 我是持否定态度的 五分钟人家就形成 传接球优势了 你到后来是说 我们有百分之六十亿的控球率 你这个数据哪里来的 那么如果有百分之六十亿 你这个问题设门十次 设政六次 进攻九十四次 都不高于人家 你怎么不进球的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就听了就算了 大家就可以讨论 可以否定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体系问题了 对吧 技术体系 千万不要涉及到行政 行政体系 我们优于任何国家 球 足球投入这么多现金 这么多人力物力 国家给这么多优惠政策 其他国家一个都没有 包括日本都没有 韩国都没有 韩国是就是靠什么企业 所以这涉及到 足球的管理机制 那么大家就可以慢慢讨论 但愿中国足球提的更好 但愿从国奥队来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 对吧 我就说了 挑战有的 机会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的现状 不要去怪 什么什么机制不好 什么技术 技术体系不好 不完美 欠缺很多 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